四天偷税五千万。税务局会给出答案。 范冰冰和崔永元开思了,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有很多网友打吃一惊,毕竟在此之前很难把这两个人想到一起,下面这张照片是崔永元今天曝光范冰冰的劳动合同。 有趣的是一部戏居然签订两份合同这份是第二份,第一份合同里面除了曝光范冰冰的片酬以及劳务细节以外,还揭露了范冰冰四天收入六千万片酬的行业黑幕。 而范冰冰工作室也做出了回应,有趣的是范冰冰工作室并没有把必要重点放在片酬上,而是对崔永元盗用了自己照片并发布谣言进行了谴责,要求崔永元删出微博但并没有要求崔永元道歉。 崔永元讽刺到一出细签两份合同,实际上为了偷税一共收了六千万元却有五千万是偷偷拿走的,而且范冰冰只演了四天。 一是谴责范冰冰的偷税,二是谴责这个行业敛财行为过于严重,付出和收获比例失调。 很多网友都支持崔永元的行为,但实际上支持范冰冰的人更多,对于明星买水军控瓶这种行为我相信大家肯定并不陌生,像崔永元这种连微博会员都没人给充值的人怎么会有人为他说话呢? 小编猜想他一定是买了水军吧,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和他一起枪犯冰冰呢? 崔永元是一名记者记者的工作就是带给大家真相,也有人说崔永元小杜姬常为的只是报复导演冯小刚。 我记得柴静在制作穹顶之下时也是如此,大批的水军说柴静在国外为了牟利买得大量的股票,为了牟利所以才我非国内空气质量。 对此小编很难评论小编还是认为像空气质量这种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还是多些人牟利的好。 曾经一年365天200天都在头条上的范冰冰自然是什么都不怕的了,毕竟她是第一个黑红路线的女明星,不过明星收入这种社会问题还是应该的得到调控的,相信税务局会给出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